香港的美人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前一阵子网上说张曼预言直崩了,付出捞金 老太恒生,香港曾经的美人基本上都是50多岁了 红颜老去,美人迟暮,最后的结局都是孤独终老 最近的时候王祖贤在端午的时候晒出自己的美照 相较于被人拍到身材臃肿不同的是 这次的王祖贤瘦下来了,看起来十分的美丽 52岁的王祖贤这样的状态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的影子和岁月的痕迹 照片中王祖贤身穿红色横条上衣 下面搭配米色背带裤并穿了一双白色球鞋 乌黑长发自然披萨显得十分清纯 这样的状态对于已经52岁的人来讲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去年的时候王祖贤被曝 光身材走行,着实是让很多人破碎了美好印象 当然我一直觉得自然老去的时候才是最美的 任何人都有老去的时候 在香港美人中最让人难以忘却的就是王祖贤 香港美人很多,但是王祖贤的美确实是独一份 妖而不艳,艳而不俗,媚态和风情寄予美眼之中 红衣时的魅惑与妖绕,紫衣时的神秘和高贵 粉艺的清纯柔弱,王祖贤在这部电影中的表 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 人鬼情未了最后还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基硬留侠 足翘细损,白昼端香,娇艳游绝 美眼之间的鹦鹉和魅惑 93年的王祖贤还出演了《青蛇》和《风云再气》 其中在一次诠释出不一样的美 《青蛇》、中王祖贤妖绕、张曼玉娇媚 这部电影我也是很喜欢,两人合作非常的完美 《童年在》、《风云再气》、中王祖贤和林青霞对戏 王祖贤在其中饰演的《雪千巡》、《鹦鹉之中的痴情》 眼神之中的妖媚、痴情、香港美人很多 要我选我肯定会选王祖贤 王祖贤还拍过一部电影《潘金莲之前是今生》 李璧华的小说不用多说 李璧华的《精神世界部》 是那么容易表现出来的 前世的潘金莲的戏份不多 几乎只存在于幻觉和回忆中 却美得令人惊叹 秋波鸟鸟百妹横生 今生的丹玉莲只是个 本性纯真而命运坎坷的女子 清纯和魅惑集中在两者之间 有缘金梦 是人物最生动的一部 极端中的魅力 从87年到01年 王祖贤的美可以这么复杂 魅而不俗、妖而不厌 美眼中的风情 香港美人随着香港电影一起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